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 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军队人大代表中间引发热烈反响 代表们纷纷表示 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为推进强军事业 提供建设的国家 坚强法治保障 今天的行径看点 让我们走进代表团驻地 从立法 执法 监督和保障等多方面 与代表们展开对话 因为习主席每一年 都到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华南 我想着这也是主席 对于广大的人大代表者 一种关怀和厚爱 同时对我们的军队工作的一种重视 所以也是深受鼓舞 昨天主要讲的是依法治军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部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搞实验监睛工作的 在今年的二月份 习主席签署了命令 关于军队装备实验监睛工作规定 作为我们广大的一线的基层的技术干部 特别是从事实验监睛工作的这个基层干部 应该说也是深受鼓舞 同时也就是我们以后的这种实验监睛工作 更加走上这种法治化的轨道 把我军的武器装备的实验监睛工作做好 以法治军是我们党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高贯彻执行法规制度的能力和水平 同时要增强斗争精神 要加大监督 检查 尼部 另一方面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一级一规 加强巡视巡查 加强监督自己 加强追者 问者 要突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聚焦备战打仗 加强监督检查 对少数关键要加强监督 这样来确保习主席 关于贯彻法治军 这个总要指示 落到实处 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